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在阿根廷会晤之后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 当时川普决定推迟三个月提升关税之后 中共的媒体对习近平大加颂扬 而且整体的气氛非常的兴奋 甚至有一种叫过年的感觉 而这一次双方几乎在重复阿根廷峰会的过程 彼此却都没有特别的兴奋 尤其是川普宣布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提供零部件 这可原本是中共当局非常在意的一个重大议题 按理说他们应该很兴奋 然而从中共的政府机构到媒体到华为公司 都表现得出奇的淡漠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政治的声明当中居然一字未提 其他媒体也是格外的低调 这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中美双方能够恢复贸易谈判 无疑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 对此美国工商界非常的赞赏 代表美国企业精英的商业圆桌会议 对川习会达成休战共识感到很受鼓舞 该组织发表声明说 继续支持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径 敦促双方达成一项协议 解决中国结构性议题 同时取消关税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也在川习会之后发表了声明 半导体产业协会就代表那些 向华为提供芯片的几家半导体公司的巨头 这个声明说 川普和习近平在今天大阪取得的进展 无论是对半导体产业 还是对整个科技产业 以及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来说 都是好消息 我们同时期待 就总统有关华为问题的讲话 了解更多的详情 从众多的美国商业机构的表态来看 他们对美国政府和中共当局达成贸易协议 抱有很大的期待 特别是代表商界精英的商业圆桌会议 期待美国政府能够通过和中共当局的谈判 来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径 解决中国的结构性议题 应该说 这反映出相当一批美国精英 尤其是商界的精英 对中共当局的认识 而对于科技界来说 他们显然对华为的议题更为敏感 按照川普的说法 这涉及到大约300亿美元的交易 川普说 应我们的高科技公司和习主席的要求 我同意让中国公司华为从他们那里购买 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产品 事实上 在川普宣布 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之前 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过 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 已经在设法绕开禁令 恢复向华为供货 但是川普允许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向华为提供零部件的决定 受到了美国议会重量级议员的批评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当天发推文说 华为是我们能够让中国公平贸易的 少数有效的杠杆之一 如果川普总统像他正在做的那样 退却的话 将极大的削弱我们 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情境的能力 参议院卢比奥评论说 如果川普总统同意撤销最近对华为的禁令 那是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这将破坏他的政府 关于华为公司所构成威胁的警告的可信度 没有人会再认真对待川普政府 卢比奥参议员还说 如果川普真的取消华为的禁令 他预计参议院会绝对的优势票通过决议案 恢复华为的禁令 让总统无法否决 川普对华为的强硬态度 曾经赢得了国会两党不少议员的赞赏 他在华为禁令上的退让 或难免会引起那些议员们的反弹 看来川普关于华为的决定 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一番争议 不排除最终国会通过立法 重新确立对华为的禁止令 5月15日 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需警惕外国敌对势力 对美国通讯系统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依据这项行政命令 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了黑名单 这也就意味着 华为属于外国敌对势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国应该切断华为的所有的供应 让它倒闭才是唯一的选择 根据有关的报道 川普这项紧急状态的行政命令 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虐酿了 只是在中共当局 公然被其承诺之后 才在五月的中旬适时推出 然而刚刚过去一个半月 仅仅经过了一个几十分钟的会谈 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等于失效了 当然可以推断 在习近平和川普会面之前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双方会前一定做过功课 特别是允许美国公司 向华为供货的这件事情 关键的问题在于 这并不单单是卖给华为几个芯片 而是改变了华为 外国敌对势力的定性 毕竟 哪怕只向华为提供生产手机 笔记本电脑的元器件 也就是所谓的 不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元器件 也会对华为的生存起到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在帮助外国敌对势力 就这一点来说 卢比奥参议员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确实会损伤川普政府的公信力 当然 对于这个问题 川普也对外界做了一番说明 美国企业可以向华为出售他们的元器件 那些元器件 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问题 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 库德洛也对此做了一番解释 库德洛说 他知道向华为出售技术 存在国家安全的顾虑 他说 我们将仔细审视 库德洛同时还指出 川普解除向华为的出售产品的禁令 不是大事 但是 川普关于允许向华为供货的说法 确实表述的比较模糊 法新社在当前的报道中就认为 川普在记者会上的说法是含混不清的 法新社说 现在还不能明白川普说的那句话 是否意味着美国在华为的问题上 他的立场已经转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 法新社也曾经询问华为公司 但华为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做任何评论 这可真是有点奇怪 当前的环球时报在川习会结束后不久 以突发新闻为标题 报道了川普 称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卖货给华为 而中方的回应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 华为公司在党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 华为在党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象征意义 特别是在孟晚舟的事情上 中共当局的表现足以显示出华为的特殊之处 华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私营企业 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有企业 而这次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当中 华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中共集团在华为问题上的表现 表现出了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 然而中共当局在会谈结束之后 却根本就没有提起任何有关华为的事情 中共当局显然非常不愿意让中国的民众知道 华为的命脉依然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上 否则任正非和华为这一段时间以来 精心塑造的那个假象 便立刻就被戳破了 在众多的中共媒体当中 可能只有新民晚报直接谈到了 川普允许向华为供货这件事情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特朗普出手帮华为 其实他是在救自己 这篇文章提到 美国的企业已经在向华为供货 华为自己也在生产关键的芯片 这篇文章认为 对于川普来说 在这个时候宣布 对于华为的解禁 不仅示好美国的半导体巨头 也给他自己一个台阶 可谓是一箭双雕 只是这篇文章没有给读者解释 习近平为什么要劳心费神的 给川普提供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机会呢 中共在海外的后舍多维 也在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不再对华加征新关税 川普频频对华是好 文章提到 无论是承诺 不再加征新的关税 还是给华为放行 亦或是强调对华无敌意等等 川普这次与习近平的会晤 都不再气势汹汹 为何会这样呢 这篇文章自问自答道 一方面在于美国见识到了 中国这个对手 并非那么容易打败 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的声音 川普不可能不顾及 宣布不再加征关税 给华为放行等等 都是安抚美国国内市场的焦虑之举 看得出来 中共当局在有意的淡化 川普允许向华为供货这件事情的影响 以及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上 所废的心机 这次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 能够取得一些成果 无疑和他们个人当前的处境 有很大的关系 从川普个人的角度来看 能够成功连任 当然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这个前提之下 做一些必要的妥协 也是不得已 在这个意义上说 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 川普是为了讨好美国的半导体巨头 而不是习近平 对于习近平来说 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 能够暂缓美国方面的关税压力 也值得做出一番让步 不仅答应大量购买美国的农副产品 而且还同意从之前停下来的地方 继续进行谈判 这对于习近平的内心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挫败 需要说明的一点 中美这场经济谈判的主动权 依然还掌握在川普的手中 目前的关税 已经对中共当局形成了不小的压力 而且必要的时候 川普随时都还可以 对剩下的三千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开振关税 就这个情况来看 这次川习会 中共当局确实也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地方 体现在当天的环球时报的评论当中 整篇文章没有一句话送赞习近平 而且还提出重启中美磋商 我们更要有平常心 其实双方同意继续谈判 这只是一个开头 结果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 显然习近平不可能会真的接受美国的要求 进行什么结构性改革 更不可能接受美国的监督机制 未来的谈判肯定还会出现僵持的局面 只是双方目前都需要一段平静的时光 不希望横生枝节 不过双方是否还能再谈六个月 这倒是一个问题 经历这次漫长的谈判 如果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协议 这或许能让美国各界的精英 特别是商界的精英 能够对中共当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说 无论这个谈判成败 中共当局的好日子都要结束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